谈论所谓的去风险 首先要弄明白 风险是什么 源头又在哪里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 是凭借自身军事优势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等弱小国家 发动野蛮侵略的霸权行径 是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霸凌行径 是鼓吹民主对抗威权 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 开历史倒车行径 这些风险无疑来自中国 全部来自少数 试图给中国贴上各类标签的国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过去十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 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 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 不是挑战 是稳定 不是动荡 是保险 不是风险 世界脱不了沟 也不需要以中国为目标的去风险化 世界需要的是去意识形态化 去阵营化 去小圈子化